一名国小男童去年9月份在学校打扫时和同学发生争执 两人拉扯拖把的过程中 这卧饼不小心插进了他的右眼 导致他右眼失明 家长认为这老师没有在场阻止 所以请求国赔693万 而最高法院审理后则认为打扫活动不具危险性 导师没有全程监督的责任 所以判学校免赔定言 下课时间学生打扫教室 却发生争执受伤 这个地方戳到眼睛 桃源一名张姓男童在教室拖地时 另一名男同学经过踩住拖把 两个人发生拉扯抢夺拖把 没有想到拖把柄竟然插入张姓男童的右眼 多次手术后还是造成脚膜破裂永久失明 事后男童家长和同学父母以200万元达成和解 不过家长却认为导师没有及时处理 有失职提出国赔 受害男童家长要求精神抚慰金693万元 但最高法院审理后 因为打扫没有危险性 老师不用在场 最后判学校胜诉 免赔定言 只是不管怎么样 学生单纯的打扫校园 却换来一眼失明 说什么家长都无法接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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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